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课堂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已经了解了日本的四季与三大季 日本春天的樱花,夏天的花火,秋天的红叶,冬天的冰雪,非常美丽 看完上一堂课的介绍,您决定了什么时候去日本旅游了吗? 去日本旅游呢,我们首先还是得办理签证,并解决好机票问题 这一课我们来说说如何办理签证和如何购买性价比高的机票 先来说说签证,我们讨论的是个人旅游签证 团队旅游签证和其他类型的签证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去日本的个人旅游签证类型有 赴日单次旅游签证,三年多次旅游签证和五年多次旅游签证 一共三种 现在咱们来看看赴日单次旅游签证 从2020年4月开始,除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外 所有单次停留15天以内的个人签证都采用网上申请的模式 全部引入电子签证 目的是为了提高签证效率,迎接东京奥运会 而三年多次旅游签证和五年多次旅游签证 由日本驻华林市馆指定的旅行社代办 不接受个人申请 不需要面试 大家可以登陆网站 去看看自己所属的地方有哪些旅行社可以代办 赴日单次,三年多次和五年多次 这三种旅游签证分别适合哪些人群呢? 首先看看单次签证 适合第一次去日本旅游 而且短期内没有多次赴日需求 或者呢有多次需求 但年收入未超过十万的人 三年多次签证 适合去过日本一次或者多次 短期内有多次赴日计划 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 五年多次适合长期 有多次赴日计划的 而且经济能力较强的人 单次旅游签证的有效期是三个月 单次停留的时间是15天 三年多次签证的有效期是三年 单次停留时间是15到30天 需要注意的是 三年多次签证呢 第一次赴日本需要在冲绳 或者东北六县中停留一晚 东北六县指的是青森县 严守县 工程县 秋田县 山形县 和福岛县 五年多次签证的有效期是五年 单次停留时间15至90天 解释完了签证的类型 大家肯定会问 办理签证需要哪些材料呢 不着急 马上替大家来解答 一般申请旅游签证 需要下面这些材料 基本材料有 护照原件 护照呢 必须是有效期在六个月以上 同时还有两页以上 空白签证的护照 第二呢 需要证件照 证件照需要六个月以内的 白底两寸免官彩照 还需要身份证复印件 第四呢 需要户口本复印件 第五 赴日申请表 赴日申请表 要认真填写每一下内容 签名 贴好照片 第六 个人信息处理同意书 递交的所有材料 送入领馆之后都不会退回来 所以需要您授权领事馆处理 另外还需要资产 证明材料 有工资流水 需要最近六个月的工资流水 需要银行存款证明 一般存款不少于十万元每个人 还需要房产证 车产证复印件 当然啦 提供的资产证明 越多对签证越有利 其他类型的材料有 在职证明或者学生证明 以往出镜记录 若有旧护照 请提供复印件 以证明持照人 具有相关出国经历 单次三年五年签证类型的 基础材料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申请三年五年多次的 往返签证 另外需要证明您具有足够的 经济实力 2019年1月4日开始 日本的旅游签证再次放宽了 具体实施内容如下 日本决定对中国教育部所属的 1243所大学的本科 研究生以及 毕业三年以内的学生 申请赴日签证的手续将简化 只要有在学或学历证明 无需经济证明 就可以申请赴日单次旅游签证 最长30天 根据我国本科高校在校生 以及毕业生的规模 这项政策预计将汇集 2500万到3000万人 另外三年内 如果有两次以上 个人旅游赴日的中国游客 申请多次往返签证时手续 也将简化 游客只需要准备护照 及申请表格 即可申请多次往返签证 去日本旅行 不仅签证手续越来越简便 而且直飞日本的航线 也越来越多 不过机票费用 还是占了整个旅行费用 不小的一块 机票除了跟旅行社预定外 很多游客会选择自己买票 这时候就需要大家提早预定 货比三家 下面购买机票的三步走 介绍给大家 第一步 提前几个月做好行程安排 第二步 根据自己的出发地 行程选择要做的航线 第三步 留意航空公司的促销 飞往日本各主要城市的中国航空公司有 国航 南航 东航 夏航等 日本的航空公司有 日本航空JAL 全日空 ANA等 下面为大家推荐几种购买机票的方法 购买机票的第一种方法 登陆各航空公司官网 直接搜寻全面 及时 特会的 特价机票信息 全日空航空公司还有中文官网 非常方便中国游客购买机票 购买机票的第二种方法 关注各家航空公司的公众号或微博 关注各城市出发的最低票价 限时特价机票等等 有时候还会有会员日促销 准点抢票等等活动 购买机票的第三种方法 关注各旅行平台 如果觉得等待航空公司的促销 或准点拼手术不够佛系的话呢 可以打开各旅行APP 直接找到特价机票的地方点进去 这样思想就不用那么紧绷了 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游客 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 比如中午吃饭的时候 上班路上 睡前想起来就顺手 搜搜机票的价格 看了一阵子之后 心里差不多就知道 大概低价区间在哪 遇到价格差不多就可以直接下手了 不过呢 机票价格变脸是分分钟的事情 如果错失了就再接着刷吧 也不用太懊恼 当然购买机票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各促销特价页面上的价格 未必是真实的价格 所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时间段 还需要点击进入一一查看 特价机票的退签改签规定 也需要看清楚 另外呢 关于行李托运 随身携带行李的规定 也需要看清楚 一般廉价航空的机票 都不包括行李托运的额度 如果要去日本买买买的人 就一定要考虑好 提前买好行李额度 要是等到登机口才购买行李额度的话 那可能就要破费一笔了 它可能会超过机票的价格 另外最好提前二至三小时 到达机场航站楼 一般航空公司的飞机 在起飞前三十到四十五分钟 将停止办理登机手讯 好了 接下来咱们学学 下面这些单词的日语表达 大家可能会用到 所以要提前掌握好它们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学们再见